新闻开始首先的关心是普悠马倾斜列车 预计在2月6号上午9点20分要从树林站首发 发车倒数计时大家还在担心没有通过第三公正的单位认证不能上路 会影响到春节的书运 不过在刚刚传来这些消息是安全认证过关了 交给记者周一德 好主播各位观众 抢到普悠马倾斜列车的民众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因为台铁副局长陆杰森已经刚刚证实 说这个普悠马倾斜列车在早上10点钟的时候 已经获得了第三公正单位 老师机构的安全认证 换句话说明天就可以正式的上路 赶快来听一下这段访问 新购这个普悠马列车 那我们已经按照规范已经完全所有的这些测试作业 那相关文件也特别这次请第三方的 就是IBMW的老师验证公司来帮我们做个验证 那因为经过这两天的一些沟通努力以后 那老师验证公司刚刚在10点钟已经正式通知我们 已经通过验证了 所以普悠马号应该可以安全无疑的正式上路 好我们先来预告一下呢 明天的首班车呢 就是5208车次的这个普悠马倾斜列车呢 将会呢在早上9点20分从树林站出发开往花莲 那么呢过程中呢会停靠台北火车站 松山站宜兰跟罗东到花莲 那抵达到花莲的时间大约已经接近中午了 大概是11点50分 那么刚刚副局长也特别透露我了 其实呢要通过这个劳士机构的安全认证 真的是几经波折哦 原济呢是在昨天呢下午的时候结果就会出 结果一直到凌晨呢还没有结果 大家当时呢都很担心呢 明天的首发车是不是能够正式上路呢 会不会有变数呢 今天早上会不会有民众呢开始呢涌现的退票潮 不过呢刚刚好在呢是在10点钟的时候 已经获得了这个劳士机构的官方认证 那么之间呢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办法通过呢 过程中呢其实就是出载呢 其实呢劳士机构对于日方的出厂文件一直有疑虑哦 透过了这个语言的翻译以及这个文件的往返啊 那么一直加班到凌晨3点钟呢才正式的确实通过了 那么呢他们也在刚刚讲到10点钟的时候 打一个越洋电话给台铁的这个官方 表示说这个安全认证已经通过了 那么呢可以正式上路安全无疑啊 那么台铁呢也规划呢将在下午1点钟的时候呢 先开放给媒体试程啊 那么1点钟呢从树林站出发呢 同时呢也是要让媒体先上车体检啊 也为呢明天要正式上路的这个普悠马骑鞋列车 来做一连串的这个体检的动作 那么其实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呢说这个普悠马列车呢 这一次呢好在呢是赶在春节前呢 因为呢在过程中呢可能会有56车次的加入这个春节营运 那么好在呢赶在春节前通过认证呢 也为这个春节的书役投入一个这个 注入一股强行争 这是我们在现场为总之心把镜头还给朋友呢 好谢谢你的报道 或许呢在今年的春节期间 你就会坐上普悠马列车了